不许笑场啊 陈远 在 你小子最近都在干吗呢 我最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阿姨 你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啊 你这不对 你妈不可能像你这么激动 我最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阿姨 你都自己做老板了 这不就是起步阶段吗 但是我们有计划呀 阿姨 我们三年的计划之内是要完成 企业职工达到一百人 营业额超过一千万 五年之内的计划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翻一翻 十年之内 我们必须要冲进亚洲五百强 我自个儿说的都没有信心 你 你吧 就别说这些宏伟的目标 你就说点实在的 你问你问我点实的 问他实的 那关键呢 陈远 到 你 你要跟我们家小棠结婚 你准备好了吗 那结婚你们住哪儿啊 阿姨 我正要向您汇报住的问题 房已经买好了 建筑面积是一百一十七点七平方米 一厅两室两味 您要是来了您就住主卧 这房准备好了 那周围的环境呢 衣山傍水鸟语画像 最重要的是PM2.5值全北京最低 全北京最低 那是机会 阿姨 现在谁挤破脑袋 还往城里买房啊 那不有病吗 是吗 我们买房这环境 紧挨着别墅区 空气好环境好 特别适合居住 最重要的是 六号地铁线就在家门口 走路也就三站跌 而且临街全都是各大学校银行超市 又方便又快捷 怎么样 我要这么一跟你妈说 你妈是不是得疯了是不是 抱着我亲两口 我妈内心再沸腾 她表面依然很冷漠 那她肯定也高兴得 再把这户口本拽到我身上 而且晚上肯定留我在你们家吃饭 那行 既然你刚才演得不错 我要给你一个奖励 我要你在我身旁 我要你为我梳妆 昼夜的宫儿吹 吹的心痒痒 我的新娘 我在她上 我要我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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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个街坊林平晚啊 付老乡消息们啊 那大伙儿进进去 那孩子都送好 那送好别跑了 那孩子都送好别跑了 时间不早了啊 明儿大伙儿又啊 还上班上学呢 那个我说一下啊 今天呢 为什么把咱们全大院的 各位邻居 各位付老乡亲们聚在一块呢 大伙儿都知道 咱们这大大院啊 最近出了一件天大的喜事 那个借来让大伙儿 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咱们的新人陈玉 各党入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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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伙儿说两句 你张了你都说两句 我还说两句 想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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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大伙儿加油 这我这上大学的时候 都没当过这么多人面讲话 还真有点紧张 其实你说咱这小院 有日子没这么热闹 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 好多 这一个礼拜都见不上一面 从来就没聚这么奇怪 真是挺高兴的 我记得上一次 就我印象当中 这小院里最闹躺的一回 就是我们俩小堂过生日那回 我们俩跟屋里是过生的 过一过 这派出所的人 把我们俩给抓走了 真是 太难得了 学生 哎呀 我跟胖胖 我们俩那是 大四 快毕业的时候 哥俩就琢磨了 说咱俩得留北京啊 得在这扎下根来 你要想扎根 那你得先找个房子住这儿呢 你们俩找了好多房源 哎哎 这事得感谢咱那师哥 啊 给我们带这小院里来了 我们俩俩就 往这小院桌上一站 对就在这小麦库旁边 就觉得 就是这儿呢 走不了呀 我们这一会儿也 住了三年了 真是在这小院里 我们 我们 太多的记忆了 哈哈 我这一说太难受了 哈哈 太难受了 哎呀真是 嗯 其实 我知道大家 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在座的年轻人 这肯定不是我们的重点 以后大家可能跟我们一样 也会有更好的房子 啊 会有更好的生活 但是我想起 只要想起这个小院 大家就会 充满了感动 充满了欢笑 我记住我刚来那个小孩的时候好像 哎 也是下去了 就那个门 那门一楼学美术的那小子 我跟胖子给他洗个袋帽 叫人家画家 人后来真整画家了 你看看 进我们俩集园 人家后来不是到新西兰去学美术留学去了吗 走之前就办了这么一个聚会 那会儿我还不认识呢 不是呀 可是这都喝酒喝得都大了 但当时我就想想 我说以后有一天 如果真能有这么一天 我也能 买得起房子 如果有一天离开这儿 我也得搬到一个聚会 我舍得到大家 我得给大家听 说的有点太多了 反正大家都知道 咱这小院的人都藏着我 身怀绝境 是吧 今天大家就是这个 想唱就唱 想跳就跳 想玩就玩 我就说这么多 大家玩尽敬 好 好 李军 李军 你要睡 上床上睡去 空桥再把你吹了 真睡着 睡着了 打呼啰 没打 就那么会儿功夫 还做了个梦 这么一会儿功夫 还做梦了 那梦见 咱们女儿小的时候 我带她游泳 我记得游泳班 都是我带她去的 你带她去的是 舞蹈班吧 你才带她去过几回 从小的时候 她都不敢下水 对 到后来像 像那个小水怪 这个来会儿 蹭蹭蹭地游 可好玩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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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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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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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张桌子上噼啪啪 你在干什么呀 我头都快炸了你 还有啊 你知不知道 你那个衣服呀 脱一件换一件 换一件再脱一件 然后每一件都丢一床 你以为像你你好啊 跟盛妈一样 这个不能放这儿 那个不能逗那儿的 我长那么大 还没人这么管过我生活呢 大小姐 我那叫生活习惯良好 我应该是你的榜样才对 就你这样的盛妈呀 我才不要你这样的榜样呢 我盛妈怎么了 胖胖 睡着了 睡着了你还说话 问话 明儿就听不见你打呼噜喽 你说我明儿要搬走了 你得多开心 那是啊 明儿你前脚从这门搬出去 我后脚就领一大堆朋友 跑咱们不是开轰拍的 还是主题拍的啊 内衣拍的 得了吧你啊 我走了以后你可注意点 咱这监方四邻子 小心别人告你扰民 别弄那么多乱七八糟朋友 到这儿玩来啊 我这朋友啊 都是郑九朋友 就一个乱七八糟的 明儿从这屋搬出去 没事啊胖胖 什么时候小棠出差了 或者他回家了 我就来找你玩 我给你带大披萨 好不好 行行行行 这你还有娜胆 你们家四小棠这会儿都忍不了啊 过来找找了 赶紧开门去 不是小棠 要小棠就直接进来了 谁呀 哥 我没睡呢 河南 干嘛呀 哥 你 出了一下 有事 行吧 河南 好 你等着 哥 有点事 干嘛呀 那个 叔叔又交不上房租了 不是啊 这这儿都挺快的 那啥就是哥 就是我吧 我一直 我特别崇拜你 我就感觉你是咱这院吧 最有出息的 你说咱们在一块住这么长时间了 你说你这冷不定一走吧 我这心里挺不得劲的 行行行行行 哥真的就是你说刚才 行了 你看你这大老爷们咱干嘛呀 我又不是再不回来了 你看那个我家吧 有个祖传下来得宝贝 我心想你这不搬新家吗 你这要放你家屋 挣宅是不是 我心想就便宜点 你就收了 你挣几个钱不容易 好好干好你这个送快递 你捣挡什么古董啊 你懂吗 最后挣那点钱全让别人给骗了 哥我不是捣挡 你这家里祖传的 我都找专家鉴定过了 我这不行 让你捡个便宜吗 这不是 哥 哎呀不是 提过什么呢这是 来来来来 专家 这是什么胡同宝贝 专家 小何南说他们家有一宝贝 这是专家 赶紧让你胖哥给你验一下 是验品还是真品 我找到这儿呢 这是这儿 来打开打开 住个咱俩俩俩俩 我这都鉴定过这小人 你看 在哪儿 你看 这绑子这结实 你看看 平时谁我都不让他看到了 你把这点客气 是不是回来 你看看我远哥高兴了 是不是大宝贝 我说你等会儿 你再跟我说一遍 这东西哪儿来的 我 我 我家祖传的 祖传这东西值多少钱 不 可啥浅不浅的 远哥要走 我这意思意思 你远哥不如近邻 你说是不是 是 那你们老家干不干 你这东西叫什么名 这 这 这不大宝盒吗 这不是 是 什么大宝盒 我告诉你啊 这东西学名不叫大宝盒 不行 它叫骨灰盒 你别打扮 这东西去年哪 我就放在走廊那柜子里 后来没了 我找什么一年了你个兔崽子 我不可能 你又拿去了 我挖五百块钱 什么这么五百块钱 这东西值三百块钱就 不可能 那五百块钱的别人买的 什么车 还要给他 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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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能 跑 哪 三的三叶 三更半叶 在晚也不睡觉 看我哪 谁呀 我说特大不敢 你穿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你我的歌声 丽 丽丽 你在家吗 丽丽 丽丽 干吗呀 那个 你 你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你帮我一忙 你唱两句 你唱两句 你那一缩子就不敢唱了 不是 你怎么这么容不下 别人有点爱好啊 大伙都上班了 唱两句怎么唱两句 都不影响你 不是 他是没影响 我给你听见了 他唱多难听啊 什么玩意儿唱的是 你就唱两句啊 你帮我玩 你唱两句 我保证你孙女就不敢唱了 是吗 我不唱啊 要唱你唱 你说他一混地下道的 一臭热饭的 每天拼个撒瓜俩 都敢巴着咱们这走廊 这么鬼狂狂好的 你专业怨哨的 你又什么不敢唱的啊 你怎么你唱两句 唱两句 我给你起手唱 你不正常我还正常呢啊 我又不是刘三姐 我还跟她对歌啊 要对你对去 你去唱吧 不是 是 是你们都正常 这个就我一个人不正常 行吗 滚滚滚长江 都是谁 浪花靠近英雄 是非成白转头空 行山一宿在 几多夕阳风 你这多不合适 也不跟姐我汇报汇报 您这婚后生活怎么样呢 是 是不是特别美嘛 特别心目 我跟你说啊 走走走走 我特别没劲 等等你啊 你少跟我来装 哥们现在有点后悔啊 我觉得我这婚结的有点猛 我发现你是对的 你刚知道姐是对的呀 不过啊兄弟 不过啊 路还很长 你就后悔去吧 赵姐 你说小唐这回回去 这婚能结成吗 你可别揍人家 人家上次就没结成 这次怎么着 你还不想让人结啊 我跟你我跟你说 这事真不好说 小唐他妈那是死活 都看不上陈云 他妈管的还挺多的 又不是他结婚 你以为谁都跟您似的呢 无忧无虑 没心没肺的 把自己养得个白白痛痛 我的苦谁知道啊 得了啊得了 您还有苦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您不知道这句话吗 再回来请家 我一行 你妈就让我去厨房收拾带鱼 来进去吗 她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 你怎么能记仇呢 她可是你未来丈母娘 你说今儿不会 让我收拾莫懂的吧 不会 她要再让你进厨房 那我就跟你一块进去 那让我刷厕所去呢 你别胡思乱想了 怎么可能啊 主要是妈 你妈就是想把咱俩分开 她想单独审问 你别紧张行不行 我妈又不是派厨所的 你上去之后 你就踏踏实实在沙发上坐着 别忘了 咱俩这回可是跟上回不一样了 对 咱今儿是穿着青女衫来的 对 这回是有准备而来的 咱是一个胜利的团队啊 今天 我跟你说上回啊 真是太被动了 我心里特别没底 哪儿哪儿都没有准备 今儿可不一样了 这房产证在兜里穿着 我心里太踏实了 就像你说的 你妈到时候肯定得说 你这想结婚呢 那你得有房子呀 她年轻人在北京没房子 就把这房产证 拽在你妈面前了 所以啊 咱俩这回可是势在必得了 你妈一高兴啊 肯定得留我在家里吃饭 咱还不如提前订个好饭店呢 不用 我妈要是高兴了 肯定会专份为你下个厨 真的呀 那到时候我也露一手 我给你妈做一个拿手好菜 让你妈一看 这小伙子还挺有生活情趣 走吧 郝老公 妈 阿姨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我们俩刚才正说你呢 我都听见了 我在那儿站在那儿半天了 我知道你们说过我呢 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突然就冒出来了 我好像都 有一年多没见着你了 我好像都 是 时间过得可真是快 你们俩傻笑什么呀 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呀 妈 我们打算结婚了 买房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告诉阿姨了 没有啊 那阿姨怎么知道的 妈 你太聪明了 不是我聪明 我是谁呀 我是你妈 我刚才看你第一眼 你那脸上就写着呢 妈真是太厉害了 咱俩还没说呢 妈都猜出来了 先别叫妈 咱们 还是先叫阿姨比较好 阿姨阿姨阿姨 那个 那看看咱晚上去哪儿吃饭呗 你想吃什么 我刚才跟小棠在楼下 就商量这事了 说晚上订一个好饭馆 您看您跟叔叔 快把那房本拿上 给我妈看看呗 对对对 咱吃什么菜系的 先别别别别 先不 先不说吃饭的事呢 陈元我刚才我就在想 是一年多以前 我们是吃过几次饭 也谈过几次 而且呢 你当时也说过 你要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边 要打拼 要奋斗 要创业 我刚才我就一直在想 我就想 我说 我们好像当时没答应你 说你买了房 我们就得答应女儿 嫁给你吧 妈 朱总到 早 朱总 早 朱总 听说 陈总回家结婚去了 对啊 真的 真的 怎么着 怎么着 你们几个也着急了是不是 不着急 不着急不着急 我们才二十几岁 着什么急呀 就是问问 二十几岁还不急呀 那可回去转眼就三十了 该交男朋友了 回头记得交了男朋友 挨个儿领回来 让我承她一下 知道吗 行 朱总 陈总她老婆长什么呀 干嘛的呀 你们这怎么那么八卦呀 干活去 上班 去去去去 上班 来 儿子 你慢点吃 那锅里还有呢 着什么急呀 我觉得 面条做的 味儿有点不对的 不如上次好吃 怎么了这味道 缺什么 有醋没有 倒点醋吧 吃 先生呢 要不给你拿点韭菜坡 不不不不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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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也没打个电话 忙忘了 反正离这么近 这不买张车票就回来了吗 想你们了呗 喂 老师 你穿的这是什么衣服啊 挺一样 你一个大小伙子 穿这个粉色的 好看 这哪是粉色的呀 这不 这不是紫色的吗 你色盲啊 是 我这衣服买的时候 大了好像 你懂什么呀 人家现在城里边吧 就新这色的 这我看挺好的 新这儿 来 我啊 我得跟你们说个事 得让你们高兴高兴 那事儿 我不一直给你打电话 老说想买个房吗 在北京 看了好多 这回 这房已经买完了 钱都交完了 手机全都办好了 现在房产证就在我手里 真的呀 买的还挺快的 你买多大平米的呀 建筑面积是一百一十七平米的 两室一厅两倍 那得花多少钱呢 这您就甭仓心了嘛 反正现在首付已经交完了 以后就每个月花月工就可以了 这真是太好了 你看 老头子你听见没有啊 这才多长时间呢 就就把房子给买了 那以后呢 我跟你爸要上北京去 那就住你那儿了 那可不 您不住您儿子房子 您住哪儿啊 我说老头子你看你 这孩子说房子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我反应什么呀 这多高兴啊 我看你是高兴得太早了 我问您 您 就凭着一套房子 就想把苏教堂取到家 人家爸妈就会同意 把自己女儿让你取走 这爸您怎么突然查到这事上来呢 我这不是跟您说房子的事吗 是让我也在说房子事啊 你爸说得没错 你这不是买了房子了吗 那就应该考虑结婚的事了 这结婚了就别再往后拖了 我说你着什么急啊 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那充其量也就是有了个住的地方啊 对吧 公司刚刚起步 就想着老婆孩子热坑头 你还有什么出息啊 你不是说想要干一番大事业吗 对吧 闹了半天你干这事业 就是挣俩钱 买套房子娶个媳妇 头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好话 您说您这说的都是什么意思 哪哪哪哪跟哪这都 那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买了套房子 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事 我想让你们高兴高兴 你看您老往这媳妇的事上扯 您说我进屋以后 我说过一句娶媳妇的事没有 我说过没有 没说呀 我一句都没说过 我就想让你们高兴高兴 我买套房子 就这么简单 我在北京辛辛苦苦 我买个房子也不容易 那这不是好事吗 我这有什么错吗 没没没错没错儿子 你就应该买房 你说你要不买 那钱哥银行里边也毛了 我说老头子你要干什么呀你 孩子现在这不是正一步一步地 往上走呢吗 你想要干吗 想让孩子一步 就想当上国家总理啊 我是想让他当国家总理 你问他 当得了吗 我不想当总理 那你想当啥 我想当总经理 真有包袱 儿子 妈再给你添点去 我再给你添点去 好了 我不吃了 你还没吃完 你要干吗呀你 孩子这刚回来 你看你这鼻子 不是鼻子脸 不是脸的 真实的 我早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了 你走着瞧吧 妈 爸 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呢 怎么这样有意思吗 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出尔反尔了 你这什么话呀 我们什么时候出尔反尔 言而无信了 是 我们说过吗 我们说过吗 你们买了房 我们就得同意你们结婚 你 你说过这个话吗 我们 似乎 我们从来没说过呀 你们没有说过这话吗 没说过吗 要说我们也说过 说你们如果要想成家 必须得有了房子 才有资格考虑成家 这是两个概念 女儿 和你买了房 就得同意你结婚 这不是一个概念 你别给我偷换概念 知道吗 明白吗 妈 我今天回来 我不想跟你说 什么概不概念的问题 我现在就问你 你们同不同意 我们结婚吧 我跟陈远这一年 我们在婚有多辛苦 有多努力 我不用再跟你们说了 你想我们买房的钱 哪来的 成员每天把好工地 晒的身上都脱皮了 都红的 都肿的 他也从来不跟我喊疼 喊累的 你还要我们怎么样 你怎么才能答应我嫁给他 你们说吧 有多辛苦 有多难 有多累 那是必然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他不辛苦 不难 他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 一年多没见面 到这儿就告诉我们 我们买房了 你们就得同意我们结婚 凭什么呀 什么房啊 在哪儿买的呀 月供多少啊 什么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就通知我们 我们是你什么人呢 我们是听喝的呀 你就通知我们结婚 我们就同意 你觉得你这样做 你觉得公平吗 你自己想想你这么做合适吗 妈 你们到底哪点看不上这儿 他怎么不好 小唐 我们 我们也没看不上他 我和你妈觉得吧 就是 就是看不上怎么了 我跟你说我们不甘心 我们辛辛苦苦地把你拉扯大了 把你交给一个三本毕业 一个没本事的男手里 我们不甘心 就这么简单 妈 一年前您说这一套 一年之后您还说这一套 真的让我太伤心了 你什么意思 有什么话你不能说清楚 你回去干吗呀 你去把他叫过来 你去把他叫过来 你还没说清楚了 你去 他干吗这么伤心呢 没用啊 怎么没用啊 你瞧瞧他那样 咱们不是为了他好吗 多少年了 就这么吼着这么一个 没本事的男人 一个三本毕业的男人 你说他这一点长进都没有 你去把他叫过来 你去负责吧 你去把他做的一本 你去把这个男人 你去把这些人的男人 我去把他说明了 来 唐 唐 别把门插上了 先出来 话还没说完呢 这样啊 你出来 咱们平心静气的 好好谈 你让他跟陈远说 让陈远先回去 让陈远回北京啊 他不是忙吗 在北京 让他到北京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必须得先把陈远支走了 要不咱俩什么都谈不了 现在说啊 可不是现在嘛 就让他陈远先回去 其他的事咱们好好商量 去去 他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呢 先让陈远回北京 就你们俩结婚这事呢 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 从长计议 他 听见爸说的了吧 这回啊 我看孩子真伤心了 伤心也不能由着他呀 赶紧让陈远回去 这不是说跟他 慢慢缓和关系吗 缓兵之计 直走能管用啊 你说呢 俺 带你去 我不得了 你带来 你带来